一个弟弟是黑龙江省的 是经侦的局居长 包括他的一个卷房亲戚是在这个隋丰河的 是当地的政府官员 全家全部消失 我们这在直播前说的话 就这个护士发给福奇这个信息之后 不超过六个小时 隋丰河还有经侦局的家人 包括他的 他是这个整个的家人全部消失 另外一个我告诉你武汉 武汉整个是最早的 他是十二月底就给福奇发过这个信息的 这家人也全部消失了 李文亮的家人也向这个福奇发过呼救 这些信息全部专给了中国共产党 所以说他的妻子到后来在出面是 共产党是在枪的指挥下出来的 所以说科学家你去想一想 你能走离开香港到达今天 我们在香港救科学家出来的那些战友们 还有整个爆料革命和当时路德先生紧张到半死的 还有科学家到达了洛杉矶这个整个机场 休克过去的状态 今天想起来都是不可思议的 我们今天坐在这里是无数人的鲜血 无数人的生命 就是没有正没有做到的事情付出啊 今天科学家你能想想这的时候 这些李文亮还有武汉的这些 最早来向这个美国CDC福奇来爆料的人 还有哈尔滨的还有山西的 听说国内大概最起码几十个邮件嘛 这些家人也全部消失了 科学家是最幸运的 但是就在此时此刻你和路德先生谈谈 福奇的疫苗它带有多种意义 我看了你好几次我讲的特别好 你觉得还意味着什么 你的感觉对我们的提示是什么